15岁的少年偷开阿公的车 吴兆撞死三条宝贵的人命 下午遭到逝林少年法庭裁定收容 而他现在也遭网友骑底 发现早就是危险驾驶惯犯 和朋友骑车肇事还PO上网 标注是三宝日常 让死者家属难以接受 而由于肇事的驾驶未成年 家属也得连带父亲赔偿责任 面对媒体 这个少年的父亲就鞠躬道歉说 很对不起没有教好小孩 会为自己的儿子负责 猫子口罩戴紧紧 全程头都没抬起来 涉嫌偷开阿公的车 吴兆撞死三条人命 15岁曾姓少年被依过失致死罪 移送逝林少年法庭审理 家人道歉吗 爱子心切父亲帮儿子重金 聘请两位律师 从应讯到进法庭全程陪同 少年公称这是他第一次开车 先到阿公家偷钥匙 再到戏纸开车回东湖找朋友 想不到开不到十分钟就闯祸 但从少年的社群平台可以发现 他早就多次威胁驾驶 骑自行车右转 直接撞上娃娃车 还嘻嘻哈哈 转发影片写下 我超厉害耶 在娃娃车底下 丝毫不觉得自己行为有问题 不止如此 他也发出许多影片 标注是三宝日常 因为他平时就常喊朋友骑车 好几次都在路上惨衰 这次更离谱 偷开车外出 肇事后少年朋友接受访问 还有人在后面比叶 让人看了只摇头 他曾经有跟我说 他想要学这一桌 但是我没有 我有奉劝过他说不要 根据了解 少年小时候父母就离异 从小住在东湖给阿公带大 升上高中后 才去和爸爸同住在永和 没想到他却趁阿公出国去玩 偷钥匙开车 这下闯大祸 但肇事驾驶未成年 少年父亲和车主阿公 也得连带负责 在镜头前鞠躬道歉 父亲与带哽咽 承诺会负责 而少年才进入高职 就读餐饮建教合作班 还是一年级新生 不在乎别人劝阻 似乎就是想炫耀 这下闯出了大祸 少年法庭也已经裁定收容 要他好好面对法律制裁 接着超会周中林台报道